泛马任牙来到亚里桑那州里监狱找奥利巴对决 最终如愿以偿和奥利巴打了一场 他打败了比他重100公斤的奥利巴 成为了监狱最强的人 奥利巴表示自己不想当第二 于是他把任牙赶回了日本 与此同时 在美国克罗拉多州的某个废物隔离实验工厂 地下700多米的地方 工人们发现了一件怪事 在透明岩墙里居然有一尊猛热的雕像 不 这哪是雕像 这分明是冻好的生物尸体 看起来火灵火线就像马上要钻出来一样 矿工们都吓傻了 这什么玩意儿 教科书上可没说过 这个怪物看起来就像恐龙一样 不 这就是暴龙啊 刚才的这要吓猛了才让它露了出来 虽然是在岩层之中 但能保存的这么好也是一件稀奇事 但更让大家害怕的是 在这只巨兽的旁边竟然有一只脚丫子 往上看这分明就是个人 可是人类和暴龙是同一个时代的吗 这是教科书能解释的现象吗 难道是雕像吗 工人问 看他这样似乎是在殴打暴龙 帮工头子反驳 体型差这么多 人怎么可能打得过暴龙啊 一定是他被恐龙打了之后再反抗 嗯嗯 你这么说好像更合理了 这就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 是不是男子汉不知道 反正这个新发现一定是个大新闻 总之先联系总部吧 总部得到消息后 将这个威武雄装的汉子带回到实验室 猥瘦的科学家感慨不已 这次的发现可不得了 对于你们的伟大发掘 我深表感激 但是说实话 我也不敢碰这个啊 看着人模人样的跟人一样的皮肤和外貌 过于诡异了 真让人害怕 这个人分明是来自两亿年前的侏罗记 嘘 你们可别对我嚷嚷 这个事实会践踏现在的学说 颠覆所有相关理论 影响太坏了 记住哦 现在谁都别说 等以后有合适的机会了 再逐步公布情报 而亚伦沉不住气 他那聪明的小哪瓜里 只有一个问题 咱们能不能把他复活呀 矿工头子疑惑 咦 这种事真的可能吗 你们能搞出来 博士劝他们别乱想 这可不是在泳池旁边替别人人工呼吸 不过你们的猜想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2000年时 布里兰特博士在新墨西哥州 从两亿五千万年前的盐盐里 发现了细小的颗粒 举出来发现 那是两亿五千万年前的海水 而且那些微生物 还以当时的完全体的状态保留了下来 矿工头子好奇 那些微生物当时是死的还是活的 博士说 当时是死是活不好说 但是这位博士 持续给予他们理想的温度和营养 还有必要的刺激 过了120天后 他们竟然一只不漏地复活了 可以说 为了等待理想的环境 他们等了两亿五千万年 适合达1000米的岩岩层 与墙里的岩分 让他们有了对抗时间的可能 亚伦狂喜 也就是说 照这个思路 咱们就能把怪物从眼里复活了 博士和吃的 亚伦 你搞搞清楚 复活是神的领域 请你尊重一下 亚伦却摆出了一副 那有怎样的表情 变形虫和人类 诱惑是单车和穿梭机 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博士骂道 那你想怎样 程度上的差距 你又如何填补呢 亚伦却相当自信 那当然是靠脑袋和心楼 其实 穿梭机和单车 同样都是交通工具吧 能不能研发出来 不就是研发程度的问题吗 博士虽然嘴上说着 不同意亚伦大胆构想 但他却准许亚伦 用这个怪人做实验 还给怪人取了个名字 叫皮可 亚伦每天就守着皮可做记录 为了让他复活 当然 挨在他身上 装了无数的电气信号发信机 以及仿着潮水进退的循环 各类工具准备齐全 基本达到了环境还原 但这种环境 有点太折磨现代人了 今天已经是复活计划 开始的第90天了 热得不行的亚伦 只能靠把衣服闪风 他百无聊聊地抽了支烟 然后还吃了一块 被烤化的巧克力 不行 这日子太难熬了 就算看小黄叔 也不能填补他内心的空虚 之前信誓旦旦要复活 这个家伙 是我说的太大声了 看来实验失败了 亚伦把烟灰 抖在皮克的脸上 没意思 好想吃点肉啊 亚伦灵光一闪 说起肉 实验是不是有现成的吗 他丢下小黄叔 快步来到另一边 一边走还一边想 要是我真的吃上了 我应该就是人类史上 不 应该是生物史上 第一个吃暴龙的男人了 这么牛逼 到时候还看什么小黄叔啊 不是有大把妹妹扑上来吗 亚伦说干就干 抄起家伙 就到冷冻时割肉 而博士有心发现 皮克胃里的东西成分一致 都是构成暴龙肌肉的成分 也就是说 皮克曾捕食暴龙 所以亚伦根本不可能 成为首个吃暴龙的生物了 但浑然不觉的亚伦 还在兴致勃勃地烤肉 他只切了200克的肉 这个大怪物 有10吨以上吧 只吃一点点 肯定不会被发现 嘿嘿嘿 多撒点香料 亚伦大张旗鼓地做烤肉排 刹事间 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烤肉香气 连复活皮克的实验室 他醒来就闻到了肉香 这不是优待是什么 皮克缓缓睁开眼 身体也开始能动了 而被安排监督皮克行动的亚伦 还在满怀期待的鞋肉 这可是地表最强的肉 吃起来 嗯 很奇怪 再吃一口看看 像羊肉 不对 牛肉 也不是 有点像在日本吃过的鲸鱼 但都不是那个味儿 虽然多了点筋 不过感觉还不错 亚伦大口大口地吃着 完全没察觉到 另一边的皮克 已经悄悄有行动了 皮克从熔叶中做起 蒙圈地看着外界 这一觉睡了约两亿年 突然醒来了 还有一点不适应 他瞪大了他的卡子兰大眼 仔细地环视四周 这里的所有东西 都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 没有一种 是两亿年前存在的东西 一觉醒来 发现世界全变了 这让一个原始人 怎么接受得了 奇怪的架子 和白的刺眼的墙壁 还有透明的液体 和圆圆的盘子 还有平整的 无法想象的地面 皮克的脑子里 只有一个问题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他警惕地爬出容器 小心地走在 平缓的地面上 附近虽然没有敌人 会袭击过来的气息 但他不会掉以轻心 他大手一拉 就挣脱了缠绕在身上的线 他惊讶地盯着显示屏 天哪 这玩意儿居然比月亮还亮 遗器上的按键 比星星还闪耀 这些都是他从未见过的东西 皮克看着眼前古怪的器具 满脑子都是疑惑 但即便是这种情况 有一件事他还认得 那就是气味 漂浮在空气中的肉香 指引着他朝某个地方走去 而在那里他看到了 正在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享受美味的亚伦 亚伦胡吃海塞 他感觉这种日子 前所未有的惬意 但他听到了身后 有水滴在地板上的声音 而他回头去瞧见了 守了几个月的怪物 正直听听地站在他身前 刹时间 亚伦忘记了该如何思考 他傻愣愣地盯着皮克 片刻才反应过来 是他醒来了吗 怎么这么大 明明下了那么多功夫都没醒来 我去吃个东西 就把他唤醒了吗 他知道我在吃他的猎物吗 怎么可以这么帅 充满了野性 帅诈了好吗 亚伦握紧了餐刀 这是他唯一的武器 但皮克看上去高大雄味 只是看一眼 就能感受到射人心魄的压迫里 不行 我要是盲上去 百分百赢不了 肯定瞬间就会被杀死 对了 抽屉里还有一把手枪 只要拿到枪我就赢了 虽然有枪比较保险 但亚伦总感觉这个家伙 会在自己拿出枪的瞬间 一拳挥过来 不过 他不知道这里有枪 还是不打 在亚伦反复思考纠结的时候 皮克已经毫不客气的 拿起了盘子中的恐龙肉 差不多150克的恐龙肉 给他一口塞进了嘴里 在亚伦震惊的目光之中 皮克一口将肉吞了下去 有没有搞错 连咬都不用咬 就直接吞下去吗 皮克吃了肉后 直勾勾地盯着亚伦 亚伦急得满头大汗 他是盯上自己的吗 我该怎么办 现在还能跑吗 皮克凑近亚伦 一直在嗅着什么东西 距离近的亚伦能看清楚 他的皮肤纹理 而皮克 孩子他身上闻着 像极了猛兽 在闻猎物味道的样子 难道他把我当耳吗 不会是把我当敌人了吧 明明是我唤醒了你 为什么还要吃掉我 在亚伦纠结自己 会被如何吃下去的时候 皮克突然绕开了他 朝别的地方闻去 而亚伦这个贱皮子却在想 难道是我不够格当幼儿吗 还是说 他觉得我太难吃了 虽然被这一个强壮的怪物 放了一马 但亚伦总觉得不踏实 哼 你这就是瞧不起我 亚伦偷偷拉开抽屉 打出了里面的手枪 眼下这里只有我一人 得由我来收拾这个局面了 拿到手枪的亚伦 格外自信 他感觉手枪 赐予了他与皮克一战的力量 而此时 皮克还在四处张望 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亚伦管不了那么多 他寻思着 我是文明人的代表 此刻这里 就交给我来守护了 要是我真的赢过了他 岂不是与世文明 亚伦越想越自信 比划着手枪 朝皮克跟去